珊瑚重要嗎 珊瑚礁是海岸裡面 生物多樣性最高 生產力也最高 還有生物量也最高的生態系 大概有幾萬種的生物 依靠珊瑚礁來繁殖它的後雨 下一代 如果珊瑚礁破壞了 等於海洋資源就沒有了 那些很多的魚類 其實都在珊瑚礁繁殖 繁殖它的下一代 歡迎收看核心協力救地球 大家好 我是劉爾金 過去我們台灣有蝴蝶王國 珊瑚王國的美稱 我們小小的一個島嶼 卻有著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 跟氣象環境 能夠運輸出很多不同的物種 但是曾幾何時 我們台灣的人口增加了 經濟開發了 我們的蝴蝶變少了 珊瑚消失了 當開發跟環境 逐漸失去平衡的時候 台灣到底還剩下什麼呢 歡迎我們今天的地球守護者 調查兵團隊 愛冰寶救地球 調查兵團一定強 今天的地球守護者 是四位來自文化大學大氣科學系的學生 平常除了研究氣候變化 對於全球暖化的議題也相當關注之外 他們也從自身開始培養 許多環保的好習慣 究竟他們今天是否能核心協力守護地球呢 四位對於這個環保節能減碳呢 有沒有什麼了解跟貢獻 伸展 平常就騎腳踏車帶步之類的 好 騎腳踏車 這個減碳 可能夏天比較少吹冷氣 對 就是 因為冷氣碳排放量很高 所以夏天比較少吹 好 我們掌聲歡迎他們 掌聲歡迎他們 調查兵團隊 不過今天講到這個 海水啊 就這個珊瑚不見了 我們要請到一位這個專家啦 好 我們的這個戴昌鋒 教授 戴教授你好 你好 戴昌鋒 畢生致力研究珊瑚生態 並駐有台灣珊瑚土建一書 是研究台灣珊瑚的著名學者 關於珊瑚生態 今天他會帶給我們什麼樣的小知識呢 接下來馬上要進入我們的節目了 我們節目很簡單 注意聽喔 只有三個關卡 我們四位這個守護者呢 要一起堅持著一個原則就是 一個都不能少 因為做環保啊 一個都不能少的原則呢 要一直跟我們闖關闖過三個關卡 可是呢 在每一個關卡中間都有可能 只要你們答錯題目的話 隊員都有可能會進入我們的加油區 到了加油區 就失去了守護地球的機會 就只能在那邊幫隊友加油 幫自己加油了 如果過了三個關卡呢 隊員們一個都不少的 就達成我們守護地球的任務 就可以把我們看起來這個紅色發燒的天空 變成清爽的藍天白雲了 了解了嗎 了解 好 馬上進入我們第一個單元 問答題 第一單元 分成八大主題 即一題地球守護題 四人輪流隨機選擇六題 各自計分 總分將決定離開隊伍人數 到加油區等待救援 好 伸展請選題 第六題 第六題 請主題 資源再利用題 環保產品多提倡3R一滴 3R是指 reduce 減量 reuse 重複使用 recycle 回收 請問一滴是指 1. Direct 引導 2. Degradation 分解 3. Dispand 解散 4. Discover 發現 Discovery我知道是一個頻道 對 但是不是這個答案 我就不知道了 好 請作答 好 通通 一字選的是第二分解 請問一下這題的答案是 2. Degradation 分解 目前全球工業 進步伯生產的產品 均朝3R一滴的方向發展 3R是指 reduce 減量 reuse 重複使用 recycle 再循環 1滴則是指 degradation 可分解 藉此以降低資源的消耗 使環境朝向永續發展 邁進 四位全隊掌聲給自己鼓勵一下 好 請選題 第二題 第二題 請出題 綠色能源提 綠色能源提 下列哪個國家發明了全球第一座風力發電機 1.德國 2.美國 3.丹麥 4.烏克蘭 請作答 好 我們看看這題的答案是 3.丹麥 19世紀末 丹麥氣象學家 保羅拉庫爾 製造了第一部風力發電機 4次風能技術的研發 揭朝發電方式發展 對 其實有很多的發電方法是比較環保的 比較污染的 但是效力都比較低 所以我們現在在這些沒有研究出來 怎麼樣有更有效率的發電方式 我們還是要做到這個節能來落實是最好的 好不好 好 請選題 第一題 好 選第一題 請出題 環境新聞題 2014年兩岸會談當中 首度將哪一項環境議題列入未來的會談事項中 1.全球暖化 2.電子廢棄物 3.霧霾 4.重金屬污染 請作答 3311 好 到底是不是這個答案呢 來 我們請看這題的答案是 3.霧霾 近年中國各地霧霾嚴重影響台灣空氣品質 海基會於2014年2月26日表示 兩岸氣象合作協議雖不包含霧霾問題 但海基海鞋兩會會談可能觸及 並同意將兩岸空氣品質監測合作議題 列為下次會談項目 對 霧霾就飄到台灣來了 聽說這個活性碳 當然有這個過濾 這個PM2.5mm的這個口罩是最好的 但是這個活性碳也是不錯的 所以說這個如果遇到霧霾的時候呢 最好戴口罩或者是不要出門 才不會受到傷害 好 下一位請選題 第三題 第三題 請出題 地球科學題 全球暖化所產生的能量 有90%被海洋所吸收 造成海水升溫 請問下列何者適應海水暖化的能力最低 1. 藻類 2. 魚類 3. 貝類 4. 珊瑚 這題還蠻簡單的 來 請作答 好 通通舉了4. 珊瑚 請問這題的答案是 4. 珊瑚 好 請問空答對 好 掌聲鼓勵一下 還是再請問問一下專家 海水暖化到底對珊瑚有什麼影響 海水暖化基本上就會造成珊瑚白化 因為珊瑚剛好生長大概30度左右 所以如果超過31度 持續一個禮拜 它就會很嚴重的白化 那還沒有死嗎 白化是還沒有死 還沒死 對 那通常它可以持續大概兩個禮拜的時間 如果環境沒有恢復的話 它就會死亡 這麼可怕 是的 好 謝謝教科學 謝謝 好 還剩下兩題 伸展繼續選題 第八題 第八題 請出題 環境污染題 清潔劑排入水中 會造成水質優氧化 主要是因為清潔劑中 含有各種成分 1. 蛋 2. 零 3. 綠 4. 以上結實 這題到底是什麼呢 常常聽到我們洗衣粉裡面會有什麼 來 請作答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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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題的答案是 2. 零 為提高清潔效果 市售清潔劑 多會添加磷酸鹽 磷是一種營養源 大量磷酸鹽隨污水排放至河流湖泊中 會引起藻類大量繁殖 消耗水中氧氣 造成所謂的水質優氧化 影響水中其他生物的生存 好 還有最後一題 請選題 第四題 第四題 請出題 環境與建築題 請問下列何種植物 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最佳 1. 韓國草 2. 孟宗竹 3. 竹節草 4. 張樹 請作答 我們看一下這題的答案是 4. 張樹 植物具有吸附溫室氣體 二氧化碳的能力 一般稱為固碳力 而植物的固碳力 以強勿最佳 灌木刺織 耗平最末 對 我們的韓國草跟竹節草 是屬於草坪 孟宗竹屬於灌木 張木屬於僑木 所以張木的固碳力 跟其他三種植物比起來 是比較好的 恭喜四位 這題全部答對 看起來分數不會太差 但是他們總分到底是多少呢 注意喔 超過四分 可以留下一位隊員 超過八分 可以留下兩位隊員 超過十二分 可以留下三位隊員 超過十六分 可以全員留下繼續闖關 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個單位裡面 他們的總分是多少 一分 兩分 三分 四分 留下一位 五分 六分 七分 八分 留下兩位 九分 十分 十一分 十五分 再來 可以連這三位 十三分 十四分 十五分 再來一分 再來一分 十五分 十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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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一分 好 恭喜 恭喜我們調查兵團隊員 達到了十七分 可以全部留下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個別的得分是什麼 第一號得到了六分 第二位得到了四分 第三位得到了三分 第四位得到了四分 分數都很高 好 給大家掌聲鼓勵一下 調查兵團隊 在今天的第一單元問答題 表現優異 將全員留下 一起晉級到下一個單元 但是在進入下一個單元之前 他們是否能得到 地球先生的幫忙 多一個機會 使天空變為藍天白雲呢 好 要趕快看一下 我們調查兵團隊 能不能成功地答對 地球先生題 然後召喚到我們地球先生 來幫幫忙呢 好 地球先生題請出題 地球先生題 海水升溫會導致珊瑚白化 請問珊瑚白化是因為 一 骨骼溶解 二 養分過剩 三 共生藻離開 四 停止生長 這個你們要討論一下 好 請作答 你們選的是三 共生藻離開 請問這題的答案是 恭喜你們答對地球先生題 可以得到我們可愛的地球先生了 好 等一下會很有用處 幫你們先放在這裡囉 教授 這個珊瑚白化跟共生藻離開 有什麼關係啊 對 因為珊瑚的顏色 其實大部分都來自共生藻 在白化的時候 就是共生藻離開的珊瑚 在正常的時候呢 其實珊瑚裡面的共生藻非常多 我們這個算過一平方公分的組織 就有超過一百萬個共生藻的細胞 所以當溫度升高白化的時候呢 共生藻就大量離開了 它如果低於一平方公分 如果低於十萬個的話 就變成白化 實在是太專業了 謝謝教授 你們很厲害的 想不到這麼專業的題目 你們也答得出來 好 一樣是四位我們的守護者 跟著我們到了下一個關卡 就是我們的影片題了 我們的影片題呢 有兩題 題目就在我們的影片中 要看清楚 聽清楚 答錯一題 馬上就有一位要進入我們的加油區 請趕快仔細看我們的影片題囉 畫面中色彩鮮豔 全身長滿次的生物就是疾灌海星 過去在澎湖周遭海域 數量並不多 但2010年6月 珊瑚礁學會到澎湖西極島海域 進行調查時 卻意外發現 疾灌海星數量暴增 1萬平方公尺內 已經高達500隻 在1萬平方公尺 可以養30隻疾灌海星 那如果超過30隻以上 就已經到 可以到達一個警戒性 潜水人員口中 疾灌海星被戲稱魔鬼海星 因為它專吃珊瑚蟲 會讓珊瑚礁白化死亡 但疾灌海星 又怎麼會數量大增 危急生態呢 珊瑚礁學會推測 可能是和人類近年來 過度捕捞魚貨高度相關 幼生時期在漂浮時期 它應該是許多魚類的獵食對象 也是它的十二 成體的疾灌海星 也只有最出名的天體 只有大黃 我們大家都知道 台灣的海洋環境已經過於 已經撈捕過度 從出生到長大 疾灌海星少了天敵 所以大量繁殖 帶來的生態浩劫 也曾發生在澳洲大堡礁 琉球關島等海域 張明龍自己也在菲律賓海域 目睹過疾灌海星大爆發的情形 你可以看到整片都是 可以有一個形容詞 你沒有地方可以落腳 環境生態是息息相關的 因為人類的過度濫捕 對海洋生態以及珊瑚礁 所造成的危機已經浮現 好 影片題有兩題 第一題請出題 請問哪一個海域 有疾灌海星數量大爆發的危機 是哪裡呢 台灣海峽 請問他們答對了嗎 答錯了 然後我們看一下 正確答案是什麼 解答必須 2010年6月 珊瑚礁學會 到澎湖西極島海域 進行調查時 卻意外發現 疾灌海星數量爆分 非常抱歉你們答錯了一題 所以有一位 要進入我們的加油區 請問哪一位 我先過去 好 梓杰至高奮勇的先 進入加油區了 好 剩下三位了 還有一題影片題 來 影片題請出題 珊瑚礁學會推測 極冠海星大爆發的原因 與哪一項人類行為有關 人類做了什麼事情 讓這個極冠海星大爆發 讓他一個尖 這是什麼 大量捕魚 好 請問他們答對了嗎 恭喜答對 好 再看一下我們的解答 172 但極冠海星 又怎麼會數量大增 危及生態呢 珊瑚礁學會推測 可能是和人類近年來 過度捕撈魚貨高度相關 好 恭喜答對 這三位的隊員繼續留下來 可是我們有一個疑問 就是珊瑚變白了 珊瑚這個死掉了 我們海洋那麼大 對我們海洋生態 有什麼影響嗎 很重要嗎 當然非常重要啊 為什麼 因為珊瑚礁是海洋裡面 生物多樣性最高 生產力也最高 還有生物量也最高的生態系 大概有幾萬種的生物 依靠珊瑚礁來繁殖它的下一代 如果珊瑚礁破壞了 等於海洋資源就沒有了 很多的魚類其實都在珊瑚礁繁殖 繁殖它的下一代 這好嚴重喔 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視這個問題 紀念教授 然後進入我們的十座題 A B選邊站 有A和B的選項 請守護者依據題目 來選擇A或B的答案 全部答對即可救回隊員 並守護地球喔 好 請問第一題 請問哪一種珊瑚 正從台灣海底迅速消失 A 枝狀走孔珊瑚 B 柴山多杯孔珊瑚 請問是A還是B 1 2 3 請做答 好 有一位選A 兩位選B 好 我們請專家來告訴我們 這一題的答案是A還是B A A 枝狀孔珊瑚 來 我們請選A的我們的這個 這個守護者 一婷到我旁邊來 其他兩位請進加油區 我們這一題呢 A B選分站只有三題 還有兩題喔 我們這個三位進入了加油區 剩下一位女性 為什麼是這個枝狀孔珊瑚 會消失呢 主要是因為我們台灣 最近大家都知道 土石流很嚴重嘛 對 土石流到最後都流到海裡去了 那珊瑚是不會動的生物 它蓋在珊瑚上面的時候 珊瑚就死掉了 這是最主要的原因 好 我們的這個 只剩玉婷 妳現在是要自己繼續玩 還是要用地球先生 可以用地球先生嗎 可以用地球先生 當然可以啊 當然可以... 妳要使用地球先生 妳要把誰召喚回來 做時間 妳回來吧 好 我們歡迎梓杰歸隊 來... 加油... 最後的兩題 OK 好 請問 2012年台灣發現了新品種珊瑚 請問是A 中國菌珊瑚 還是B 福爾摩沙韋斯珊瑚呢 1 2 3 請回答 聰明的兩位啊 一個選A 一個選B啊 好 我們請專家來告訴我們 這一題的答案 應該是這個A還是B呢 B 好 B是我們福爾摩沙韋斯珊瑚 所以我們的... 玉婷又留下來了 直接再度回去 我們還是請專家來跟我們說一下 它其實數量非常的少 在台灣只有零零星星分布 最近才最被描述的 我們其實也不知道它的來源是什麼 好的 謝謝教授 最關鍵的時刻來源 今天我們的這個十座題的最後一題 只剩一題了 請問 何種珊瑚已經從台灣海底消失 A 福貝擬軸孔珊瑚 B 圓館新珊瑚 A 還是B 1 2 3 請作答 接下來就請我們的專家 為我們解答這一題的正確答案 應該是 很可惜啊 應該是A啊 B到這都是 非常可惜 好 我們的這個調查兵團隊呢 沒有辦法完成守護地球的任務 來...再來... 來...還是投到我們這個場中間 來啦 十座題的最後一題 我們的玉婷還是沒有選擇成功 也就是代表說 沒有辦法守護地球成功 沒有辦法把我們這個 看起來燒得紅紅的天空 變成了清爽的藍天白雲了 真的非常可惜啊 好 我們還是要問一下專家 今天都討論到這個珊瑚的問題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能夠 保育我們的珊瑚呢 那但是全世界有一個做法 就設立海洋保護區 因為人捕魚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嘛 像極冠海星蔓延 是因為捕魚的因素 那我們設立保護區的話 大家都不能進去 包括漁業還有遊客都不能進去 讓這個海洋生物 有一個生息繁衍的地方 這是保護海洋資源最好的方法 好 我們也希望很多 我們的海洋學家啊 政府都能聽到 我們教授這一番話啦 好 謝謝教授 調查兵團隊 在今天的第一單元問答題中 全員一起晉級到了第二單元影片題 但是很可惜 在這個單元失去了一位隊員 所以只留下三人 一起參加最後的第三單元實作題 結果在第三單元有點失常 竟然無法全員過關 守護地球失敗 雖然如此我們還是要請我們的教授 製贈給他們環保鋪滿 歡迎教授 來 謝謝 好 我們希望我們把鋪滿 製贈給我們的隊員之後呢 回去繼續力行節能減碳的這個行動 把這個錢都省下來啊 全到鋪滿裡面 然後呢就可以另外再捐贈給我們 長期致力於環保的這些團體啊 謝謝隊員們 謝謝教授 同時更要謝謝我們電視機前面 觀眾朋友的收看 你也想要參加我們節目嗎 覺得我們節目很好玩嗎 來報名參加吧 非常的簡單喔 只要四個人一組 你是好朋友 好同學 家人 只要能組成四人一隊 就歡迎你來報名 歡迎你跟我們一起來 核心協力就地球喔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謝謝 謝謝 謝謝